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继续回到开市感浪的时间 下面继续有软子喜Harry在为我们分析欧洲和商品方面的事况 Harry你好 你好 见到欧洲股市其实都做得不错 英国方面受到苏格兰独立问题困扰 声势比较弱 是否跟欧央行向银行发放826亿欧罗的低息财款有关 欧洲央行终于启动TLTRO引停 规模比预期中为小 欧洲央行的形势上都是想试试市场水温 究竟我放一些便宜钱出来 银行是否会拿呢 这个其实我一直都有个怀疑 因为都分析了很多次 其实现在欧洲的形势 经济不是那么好 是否在于贷款 真是落不到中小企当中 或者是想着 就是调转看 其实是需求不太行 如果你只放一些便宜钱出来 其实如果你说 这些银行都不是很想借的话 其实那些便宜钱就这样放在那里 所以对于欧洲央行来说 我猜他可能试试的水温 826亿欧元 他说会分做8批 去到明年6月都会推出 我想每隔几个礼拜都会推出一批 对于这个放水的动作 我想其实大家都会期望的 而且如果你说 主要的焦点会放在哪里 其实 未来都可能想着做QE 也有消息说 本身德国央行方面 都可能要备一备席 因为在德国央行的立场来说 他们没理由去赞成这个两宽 但是他看到 欧洲的经济形势上来说 都好像做得一样 不如就只眼开只眼闭 走开一边 你自己搞了 所以 大家就默切留意 量宽似乎都会出的 规模是怎样 或是 细节 你买MBS 买国债 你买国债 是买哪个国家的国债 这些形势上来说 我想大家都 先看一看 如果你说量宽的话 要留意 跟美国的货币政策 是背持的 对于大家想想 本身 期货 或者是 不同的 油金 甚至是会市的形势上来说 都会有一个 很大的 转变 我刚刚都想说 一个就开始 放税 一个就开始 收税 资金流向会怎样 钱是否会由 欧罗方面 继续涌向美金 令到 股市 或者 汇市方面的波动性 会更加大 暂时的形势 是会这样 但如果你说 欧罗都跌了很多 落到 1.3 以下 这些水平 的时候 我当 未来 做量宽 一曲曲 欧罗 1.26 低位 其实 我反而觉得 会开始有支持 始终跌得很急 以形势上来说 美金强 我想 一大个加息周期 或者预期 在的时候 它会持续偏强 但是 量宽的措施推出的时候 其实 未推出之前 我想对于 欧洲的经济形势 可能有少少 稳定的作用 经济数据 一稳定下来 不会跌得那么恐怖 或者那么夸张 的时候 其实汇价都会慢慢地 跌定一点 所以 欧洲的 欧罗短期的形势 我看跌多 但是 是否一下子 插穿所有的低位 未必是这样的 如期 始终 你看回 同期 汇市 如果观众角度来说 你不是很看 汇市 比较难看 始终 不是单看 欧元和美元 单向的看法 其实要看 澳洲纸 又要看日本 Yen 以日本Yen的形势 好像比较弱 所以我会觉得 欧洲方面 未必完全看得那么淡 Yen 我们稍后再说 刚才看英镑方面 英镑方面 一直受到 苏格兰公投 这件事 困扰着 曾经跌到 12.5毛 这些低位 近期有点反弹 而苏格兰的公投结果 最快就是 今天 下午稍后 时间 会公布点票 结果 英镑方面 匯价 挺难预测 我会觉得 近期有点反弹 主要原因 是 整个市场 终于看到 英国 搞政治 港 议员 的人 都会走到苏格兰 拉票 这个 看到开始 会有一些 大家都害怕 形势上来说 昨晚的 汇市 或者 投资市场 又不是 怕得那么 紧要 特别是 英国的股市 正在升 所以我会觉得 公投的结果 我不去猜测 其实 如果出回来的结果 除非一个 比较大比数的 看法 你都见到 公投结果 原来大家 支持独立 比数多 很多 如果不是的话 对于 形势上 绑 再跌下去的 机会 不是那么大 当然 如果你说 现阶段 我有不讲此 要去唱英绑 就等结果 等下 下午也有 所以 形势上来说 都很难分析 始终那么大 不明朗因素 在回来 而本身 英国的一些 经济数据来说 浮浮沉沉 我会觉得 暂时 看完这个消息 会出来看看本身的结果如何去演变 不相信香港人唱英镑的意欲 未必太大 反正唱Yen的 兴趣大很多 很多香港人都会去日本旅行 好像Yen 创了六年的低位 日股创了八个月的新高 刚才你都帮我们 略略提过Yen的前景是怎样 可不可以帮我们再分析一下 究竟如果Yen 跌下去 日股 会不会有升幅 如果这个Yen来说 其实有几个因素 去影响 要是它本身的经济 比较少 另外一方面 就是看到 强美金 其实对于 日本Yen来说 自不然都有 一个多大的负面影响 始终 货币政策 又是背迟 跟欧洲的情况一样 另外一方面 就是我们见到 日本的消费税 问题 大家都比较 对于 来的经济表现 都在想 都在浮沉 以现阶段 会不会说 日本央行 会再做多一些 措施 央行行长 克田东彦 开始有少少口述 出 所以 对于日本Yen来说 为什么会 跌下去 这么低的位置 对于日本Yen的前景 你说 那个大位 110 会不会破 机会很大 我始终会觉得 你说 加息 预期 一在 过多一两个礼拜 美金再强 都是很自然的事 亦都不是差在 那几点子 所以 对于 本身 日本Yen的形势 大家留意 如果你去旅行 不需要 这么急于场 我觉得 形势还是 走落 机会 比较大 如果受到 美金强影响 不单 日本Yen 这个商品方面 看到 金价 昨晚跌了0.7% 创了8个月的新低 油价跌了超过1美元 不如先分析一下金价 金价比较受加息预期影响 金价跌下来 加息如火如荼的预期 如果你这么说 金价要跌到什么水平才会有支持 如果你说看金价 大家要懂得阅读 本身联储局的声明 股市如果大家看上去 就会看到 那个声明较预期中温和 这是一个问题 因为 其实对于 大家预期的字眼 一段时间 会不会加息 保留了这个字眼 其实耶伦是 保了一句 这一段时间 不是以往 他说的6个月 我夸张地说 三天都可以是一段适合的时间 他也说 保了底 就是看经济数据表现 所以你见到 好像 新闻的题目 就较如其中温和 意识声明 但金价跌下来 虽然跌的幅度不是很多 但是我会觉得 对于金价的形势 大家要期望下 加息一直预期在这里的时候 破位的机会就越来越大 而且 都不是第一次破位 近几个星期 不断破了支持位 所以向下一个形势 落到1200元以下 那些机会 越来越大 中国和欧洲方面的经济 都不是做得太好 油价方面 会不会跌得比较急 油价来说 我会觉得 这个就提到供应 我会觉得 其实那个供应 或者是原油库存 比原先预期中多的话 会有些短暂的沽压 但是 我会觉得 油价 大家都留意 就是 国际原油组织 他开始都觉得 不太对劳 所以 对于 supply方面 可能会 先揭一揭指 如果 原油组织 多大的国家 一起揭指 supply 我会觉得 油价未必 如预期中 跌得那么多 明白 这一节 很多谢谢Harry为我们分析了 日本股市 欧洲股市 和商品的看法 这节谈到这里 稍后回来 我们会看看 中港股市方面 有什么焦点 值得大家留意 稍后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